今天大概我们是第八次上课 那已经又到比较后面的课程 难度大概相对的更提高 而且重要性也越高 因为有些时候你做了写了一些程式 资料如果没有出生起来的话 那你等于有些事情都等于白做 你不可能说你把资料放在档案里面 那也可以 可是其实一般还是比较不适合 因为资料档案的部分的话 毕竟你存单次的档案 或者是说你可能只是输出 汇出给其他人使用的时候还OK 但如果资料你要把资料库长久来使用 或者将来汇出报表方便的话 还是放在资料库会比较恰当 所以上次上课我们只要讲到几个重点 那第一个就是有关 把那个也是把前面的重点再稍微回复一下 包含就是档案主要还是在档案的处理上面 包含就是说把那个之前讲过那个全省邮局那个翻译 改成就是那个什么住宅窃道点的那个就是档案的分割 之前是合并再分割 再来也许把它复习一下 就是如何把它分割在合并 其实原理原则大致上相同 另外的话 当然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其他就是像 其实就回圈 不外乎就是逻辑判断 不外乎就是篡列 这个前面我们都有讲过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资料形态 下来就是字典 一个Ditionary 那这个Ditionary其实跟串列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类似 不过它也可以把它当成两个串列来看待 不过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Key一定是不能重复 而且一定要有资料Key跟Value的概念 那当然未来如果你要跟网路上面很多资料 要像Jetson档案做串点的话 你可以把Jetson档直接汇入到Ditionary里面 它基本上是完全相容的 那再来的话 其他当然我们还有讲到一些有关那个 串列跟字典的结合应用 另外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有关那个 这个Seql资料库 那当然在Python里面不是只能用这个资料库 不过其实最简单还是这个资料 因为它基本上只要input一个SeqlLite的一个模组 你就可以去操作那个SeqlLite的资料库 那当然资料库的话呢 如果在Excel相对来看的话 可能就是一般Office里面是用SS OK 其实概念上差不多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Office里面你要有SS的话 变成你要额外付费 就是费用 我前面讲过 其实马尊的概念就是商用软体跟自由软体 如果你不想要有产生费用的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你Python里面就用SeqlLite吧 但另外有一点就是说 SS它也是一个档案型的资料库 那所谓档案型就是说 它是放在你自己个人 你自己电脑里面喔 如果你要把它当Server来看待会有问题喔 OK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档案 那储存的位置你可以这样就一个档案嘛 负档名就M 什么MDB MDB吧 或者MDB 什么 那在SeqlLite的话呢 负档名就点DB 不过实际上当然这个点DB的负档名你也可以改喔 有些其他书里面不见得叫点DB喔 因为我习惯是点DB 所以我给它的负档名叫点DB喔 OK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上礼拜的那个重点再稍微回复一下喔 第一个就是如何在那个Python里面建一个新的资料库 第二个建资料表 那资料表建立完之后 你还要再给它栏位 也就是说假如我今天上个礼拜有个范例就是 如果我要放什么电话号码 那前面给它一个编号 编号加电话号码 比如说简单一点喔 两个栏位 那我要怎么去 在Python里面喔 帮我产生这个刚刚讲的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还有把资料放进去 总共也许有四个动作 你要分别把它完成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可能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需要 input一个模组就是 SiccoLite3 利用这个SiccoLite3喔 它才有办法帮你建立资料库 OK所以利用它 那SiccoLite3的这个模组里面有一个方法叫 Connect 这Connect就是连线喔 顾名思雅 Connect连线 那它意思是说 如果你那个资料库不存在的话 它帮你建立 如果已经存在 它就帮你连线 它有个前提 所以Connect不是单单Connect 它里面还有什么 Create的概念喔 Create Database喔 也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档的话 它会帮你自动产生 但是如果已经存在了 它就不另外再产生 而直接连线就OK了 所以Connect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连线之后 因为要操作它嘛 所以呢 再把连线的结果 丢到一个前面的叫连线物件 名称也许叫Connect 反正名称都习惯上是Con或Con 反正就是一个物件的名称 这个就是一个资料库的连线物件 利用它呢 你才可以再去 针对资料库下一层的资料表 那资料表物件的话呢 你可以用Con 这个资料库物件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科舍 利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产生一个科舍 就是连资料表 资料库 资料表 OK 然后呢 再利用科舍物件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Execute 那Execute什么呢 就是执行SQL的命令 这个SQL命令意思就是说 跟资料库沟通 的一个基本语言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建立资料表的话 OK 所以资料库建立是这个 OK 所以第一步 Step一 Step二 如果你要建立资料表 有点像其实跟如果你有学过Execute的话 那概念差不多啦 反正就新一个资料库 然后进来之后他问你说要不要新增资料表 OK 那你可是问题Execute是都图形化的 但是在这边都要下指令喔 OK 特别注意喔 差异就是说没有图形化 跟你是用程式完成的差异而已啦 OK 不过这些其实都可以套用范本 反正这个范本都固定的喔 反正建资料库或连资料库固定就这样一行 OK 然后呢 建资料表 固定的SQL语法一定是CreateTable OK 而且这个CreateTable不是只能针对SQL line喔 你其他资料库也都一样喔 如果其他资料 Oracle MS SQL MySQL 都一模一样 OK 所以SQL语法是 等于是资料库的共通语言 那如果你要把资料库学好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要把SQL语言学好 然后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就帮我建一个叫Table的一个资料表 Table01的资料表 这个是资料表的名称 前面喔 这边 If not it is 这个语法 大部分语言都有支援 不过我试过在SS它不支援 也就是它这个叙述 有些资料库它可以用 像SQL line可以 MySQL可以 但是SS不行 就麻烦 SS如果你他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是确定说那个Table是否存在 所以很麻烦在SS里面你要另外写 把一个资料表全部读出来判断是否存在 那一样就把它打开而已啦 OK就不用另外建 那我建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Lumber 它的形态是Test 一个栏位叫电话 就是两个都放文字啦 当然未来形态你也不一定只是放文字一般就放文字 那如果有整数就Integer嘛 如果有小数点就Double 如果日期时间就Data 大概常用这些 如果不常用的其他也许自己再去查一下吧 网路上应该可以查到这些SQL viva的相关的资料形态 另外特别注意 这个栏位名称前后都有单引号 这比较特殊 前面有上个礼拜讲过 因为已经被用过了 外面已经被用了双引号 所以里面栏位名称要用就要单引号 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差一个单引号都不行 然后我们要excue 这个后面这一行就用Cursor去excue什么 excue这个SQL viva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什么 刚刚那一串命令 丢给资料库 资料库连线 因为他资料表物件会传给资料库物件 再丢给这个资料库 他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他就帮你建了一个叫Table01的资料表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什么 反正上面这个地方就是产生了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就帮我产生一个资料表 当然一个资料库里面可以产生很多资料表 里面有两个栏位 就是第一栏跟第二栏都可以放文字 那再来我要怎么把资料放进去呢 你必须用也是SQL语法 所以SQL语法叫insert into到哪一个Table Values放什么东西 这个语法当然 Values前面你还可以指定哪个栏位 如果你不是全部像这个是因为两个栏位全部的话 你这边Table01后面这边是可以省略掉 但如果你单单指某一个栏位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不能省略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一样再execute它 Commit就是说有点像 你输入了 有点像Excel你打完公司要打勾 反正要确认Commit确定 OK那我就把资料放进去 最后就连线了 我就确定的资料就放进去了 所以最后的话在里面会有1跟后面这个12345678 如果说你要看的话 我上礼拜有讲过 你可以下载云端上面普通资料里面 我有放了一个叫SQLite Browser的一个小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就专门开什么 开.db的档案 OK 有点像你要开那个ASIS建立的资料库的话 你如果没有装ASIS你也开不起来 所以上个礼拜我有提过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点两下 不过它是乱码了 不是这样开 记得你要把SQLite Browser打开之后的话 然后利用Open 找到什么呢 你根目底下这个什么 Cursor01.db 然后把它开起来 OK开起来之后的话 确定一下有没有那个Table01 上个礼拜我记得好像已经开 应该有应该已经有了 所以这边有一个 Table01 然后里面我好像有把它改成 12345 就是一直往下增加 但是这个地方当然有个问题 你的编号 如果你每一次执行 它每次都有一样的编号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 待会的话也许可以改 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我希望怎么样 这个编号最好怎么样 这个Number的编号 看看能不能帮我改成什么 改成自动增号 所以在SQLviva里面有一个Auto Increment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让它这一栏不用输入了 所以这一栏怎么样把它去掉 不要输入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 不过最好是怎么 再加一个回圈 让它可以输入五笔 或是三笔好了 反正呢 请输入电话号码 也许你就Key 让它可以Key Key完之后 自动前面加编号 不用额外再去 打这个编号的话 那这样怎么改 也许我们拿这个 这个范例来做修改好了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稍微看一下 上个礼拜范例在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 待会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 把刚刚的这个程式 它会做个修改吧 就是 改那个编号自动增加 有点像那个ASIS里面有自动增号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再让它 跳出input box 跳出input 请输入电话号码 那你就输入 那输入当然 如果你一直帮它输入 一直输入 无穷回圈 那你也可以怎么 负一跳出 不过我如果直接干脆 我就输入个三个好了 不用太多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只要三个 它就跳离 也就是最后是一二三 这样的话该怎么做 OK 所以只是把上个礼拜稍微改写 那上个礼拜的那个程式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真的以后很多 反正资料库连线就固定写这样 只是资料库的名称改一下而已 OK 那很多地方就可以这样用 程式并不复杂 所以其实在SQLite里面 做资料库的处理 不用把它写太复杂 当然我的写法跟坊间的书籍 写的不太一样 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的程式一定比较短 OK 一定比较精简 真的啦 我觉得有的时候 程式不一定写的多就 感觉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程式又能够写的简短 实行的结果 程式又 这个这个 可阅读性又很高 那这样感觉 这个这个程式你将来要维护也比较容易 相对也比较不容易有bug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范例 改写两个地方 一个是自动 让它自动征号 第二个地方的话 就是让它跑个回圈 限制它只能输入 输入什么 输入几个 只能输入三次 OK啊 试一下 好